美国悄悄为台湾现役空军的6架E2K预警机系统进行升级 美国最新的民主党党纲删除了一中原则 对中美关系以及台美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中共在国内继续打鸡血 展开三书一信活动 美国权威学者说 如果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 是中共虚张声势 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么中共军队真的准备好了吗 后面的节目会告诉大家 如果您对这样的话得感兴趣呢 就请记得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德朝梅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只交朋友您还好吗 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先简要的介绍一下 前白宫首席策略长兼美国总统顾问史蒂夫班农 被控涉嫌电汇欺诈与共谋洗钱罪名 在纽约南区法庭审讯 班农首次出庭啊没有认罪 在交付500万美元的保持金后获释 对于这件事情啊 目前我个人从公开的讯息来看呢 班农在美国是为数不多的 对中共有清醒认识的政治人物 实际上多数人普遍认为啊 这次对于班农的动手 目标是川普 而川普第一时间呢做出了切割动作 这是我个人看到的讯息 真实的情况啊 目前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里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 纽约南区检察院很有名 之前呢通俄门调查川普税务问题 现在轮到了班农建墙问题 这件事会不会又是民主党在背后操作呢 欢迎大家留言我们工作讨论 美国民主党刚刚通过了2020年政策纲领 在民主党党纲中呢删除了一个中国原则 有关台湾的部分写着 民主党信守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 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 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 2016年的民主党政策纲领则是 我们信守对一个中国的政策 及台湾两岸关系的承诺 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 在符合台湾人民意愿 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 两者比较之下呀 一个中国不见了 我个人的观点呢是为了选战 因为今年选战的重点就是 民主和共和党党比谁对中共的政策更强硬 现在军队的指护权呢 在川普政府手中 前几节目中呢我都提到了 美国的飞机航母和船舰 堵在中共家门口等着碰瓷 就是要表现出对中共的强硬姿态 另外一个就是不断的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川普强硬的表现呢反映到民调中 就是支持川普的选民不断增加 在7月30日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中 有73%的美国人对中国反感 比例啊为近15年来的新高 我相信呢美国民主党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 但是呢民主党的纲领它不是国策 没有通过国会投票形成法律 那么就没有约束力 所以它象征的意义更大 就是要告诉选民我们也是反共的 我们对中共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我们的家规中都去掉一中原则了 大家知道啊过去几十年呢 真正能兑现承诺的政客就像凤毛麟角一样 尤其是那些职业政客们 说话是滴水不漏啊左右逢源 很少会表达他们真实的感受和情绪 而川普啊他不是政客 他是一个商人 大boss到哪都是一副老大的姿态 让那些政治正确都见鬼去吧 作为一个商人呢最重视的就是信誉 所以川普从上台以来呢 就在不断的兑现着他对选民的承诺 这在政坛上来说啊绝对是一个异类 而且呢经常会犯一些提及的小错误 人非圣贤呢熟能无过呢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 那些表面呢展现着完美形象的政客 背地里呢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一旦掌权呢就把承诺抛出脑后了 这也是我反感政治的原因之一 所以呢我在视频中不断的重复 我个人呢对政治没有兴趣 虽然说民主党删除了一中原则 是为了大选的需要 但是啊这个中美关系 要想回到2016年以前的状态 短期之内呢那是不可能了 如果说民主党对台湾的表态在口头上 那么川普啊则是来实际的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军售案呢 在悄悄的进行 20年前呢我在当兵的时候啊 虽然中共的军队还没有预警机 但是已经强调电子战的重要性了 让敌人变成瞎子笼子 谁先能瘫痪敌方的雷达系统 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在现代战争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敌人还没发现的时候呢 就能将其歼灭 那么这次美国为台湾空军现役的 6架E2K预警机进行系统升级 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完成之后呢将达到美军现役航空母舰 E2D舰载预警机同级别的性能 反俗的具体参数啊这里就不赘述了 翻译成人话啊就是雷达的探测和扫描范围大增 将会让共军的歼20战机无所遁形 在配合上之前的F16战机 实际战斗力啊 这个提升是可想而知了 这次系统升级的花费啊 比起买一架全新的E2D要节省很多钱 说到这里啊 五毛和粉红的玻璃心是不是又碎了一地呢 原来台湾不是冤大头 还非常精明 美国对于台湾军事上的实际的帮助啊 远大于表面上外界所能了解到的 那共军怎么办呢 我搞三叔一信活动 吓死你们 我们的军力啊 靠嘴就能提升 哪像你们那么麻烦的 还什么提升系统啊 我们有炮灰等着送死呢 你们比得了吗 近期中共网络啊 风传一篇 假如明天商战场 驻福建某部队官兵写下生死告别信的报道 还没有商战场就搞这么丧气的活动 中共啊 看来很清楚他们的实力 这些马列子孙知道啊 以他们的军力打起仗来 那就是送死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客观的说中共的军力 在个别尖端领域啊 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 中共这么多年呢 到处派特务 并且大力发展黑客技术 盗取各种情报 一定会有收获的 但是现代战争是整体实力的对决 占点小便宜是容易的 但是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这还没有排除中共军队的腐败问题 那三书一信到底是个啥活动呢 视频向家人写信 一方面说出要出征的心情 也不知道家人呢 看到这信是啥心情 过去搞一胎化政策 一家就一个孩子 真成了炮灰就绝后了 两个老人呢 将来谁来抚养呢 原来说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变成了现在的养老要靠自己 中共说的话呀 能信吗 所以说中共这些马列子孙的政策呀 都是拍脑袋 极其短视愚蠢 坑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现在呢 又把国家搞到战争的边缘 让老百姓的孩子当炮灰 另一方面呢 是向家人告别 同时又强调为国家奉献的 打造一个愿意国家牺牲的决心 所谓的三叔一信呢就是 留给家人的告别信 家人的嘱托 地方的慰问信 一输就是士兵的请战书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军队呀 请战书都是士兵自愿写的 哪有逼着人家写请战书的 你们马列子孙搞贪污腐败 好处都是你们拿了 现在缺了老百姓家的孩子 给你们当炮灰 你们这些马列子孙都是属皮臭的 只吃不拉呀 我个人认为呀 如果三叔一信是秘密进行的 那问题可能就有一点严重了 现在呢是高调的告诉所有人 就是要用嘴提高战斗力 同时试探一下中共军队的士气 可以说一举两得 在配合上西方的一些学者的言论 知名民主理论学者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戴亚门警告 如果认为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 是虚张声势 那就大错特错了 是极其危险的 是错觉 我们以为他们在香港问题上是这样 结果不是 他们慢慢的蚕食 一步步的扼杀了香港的自由 美国外交政策和智库大幅低估 中共未来五年十年的危险 中共说要入侵台湾 绝不是吹牛 我个人认为呀 香港和台湾在某些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 香港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当然中共可以为所欲为了 对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 当然是一直在准备 尤其是预防被导弹攻击 当然我的战友就是维护坑道的 那什么是坑道呢 中国的很多山都是空的 里面建设有指挥系统 储存有很多食物和物资 那个时候的军队还没有现在这么腐败 应该说是可以一战的 可是计划在周详 准备在充分 一个腐败问题就能从内部摧毁一切 这也是我不看好中共军队的原因 中共军队的腐败问题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介绍过好多次了 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过去的视频 统一台湾的口号喊了70年 军事上又准备了23年 据说准备还不够充分 还得等个三五年 理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 做好中共发疯的准备 不用太在意他们表面的虚张声势 他们背地里的行动才更应该重视 至于三书一信 基本就等于自己在家抽自己嘴吧 您觉得呢 如果您认同我的观点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